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三集 这个局面接下来会在哪些国家继续上演 恐怕这谁也想不到 孟德阳补充道 失控的TikTok正在面临背水一战 说TikTok国际化步伐 正在经历背水一战 也不过分 TMT领域分析师林聪称 尽管字节跳动在海外整体营收 并不会遭遇灭绝性打击 并且在字节跳动整体出海布局中 所有APP几乎可以在海外找到对应标品 但从大的趋势来看 TikTok美国市场的遭遇 也会对字节跳动海外影响力 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林聪补充道 之前几乎没有看到 中国任何一个互联网公司 会把市场让出来 从被誉为MAU收割机的印度市场 到占据重要营收比重的美国市场 以及其他未知的潜在市场 没人知道TikTok接下来会面临什么 但毫无疑问 曾占据上风的TikTok正在变得越来越被动 曾带给张一鸣巨大甜蜜的TikTok 如今也为其带来了巨大的苦恼 尽管字节跳动在海外布局中 除了抖音对应的TikTok 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等产品 也是有海外版本 但这和TikTok目前所取得的成就相比 显然不在一个量级 众所周知 TikTok已被视作中国出海的标杆性产品 越来越多的出海创业者 一度把TikTok视作样本 试图能够复制其发展奇迹 同时相比于其他领域 文化社交类等内容产品 因为过于敏感 出海也更为艰难 对本土化要求也最为苛刻 而美国作为社交鼻祖的发源地 要做出一款世界型的产品 必须先在美国立足 已经成为业内共识 但眼下的局面 字节跳动出海 无疑正在经历重大转折的时刻 吴世春称 对于字节跳动而言 整个国际化是一体的 而TikTok发展到如今局面 并非是给钱能解决的事情 尽管传言的500亿美元收购价 对于投资人们而言 是当下最好的出路 但在他看来 这对于张一鸣而言 是远远不够的 在TikTok存亡之际 当地巨头也从未停止 对其发动攻击 就在不久前 Facebook旗下的Instagram 宣布推出新功能Reels 并开始挖掘 TikTok平台上的大流量网红 印度市场被禁后 本土替代品Changari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便在安卓应用商店 获得超过1000万次的下载量 这正是APP出海面临的现状和艰难 林聪称 他把TikTok目前的遭遇 与华为做了一个对比 他表示 华为是互联网底层技术 是关系到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 而TikTok不过是底层技术上端一个APP软件应用 一个APP没有了 可以有N个APP替代 华为是在修路 TikTok不过是一辆车 路不能没有 但车却可以换 他也表示 尽管TikTok目前遭遇让人不平 但不能把市场化行为完全上纲上线 互联网的竞争是多维度的 APP只是最表层 而TikTok如果放弃美国市场 也并不意外 目前这种局面只能是断腕求生 而这也符合市场规律和投资人预期